我们谈谈中移动 有朋友是女太来的 她说早安 Jason 她有四手的 她平均价是51.6 她说随正后可否再逐步收集 哪个价位买入比较适合呢 她真的目标很明确的 就是长渣和收息用 长渣收息 中移动来说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因为至少业务稳定 就算看到5G的上客放门 ARP有些下滑也好 但是她有些新业务的带动 是挺明显的 特别是帮很多内地政府部门 或者一些公司 去搭几些云的业务 或者一些数据中心的业务 基本上那个生意是越来越多 增长的速度都比较快 另外派息上面又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她来近期都会增加派息比率 去到七成 你计算那个Yield 就是股息率来计 现在就百厘务 如果说真的加到七成的派息比率 甚至乎可能挨近十厘务 所以收息角度中移动是一个好选择 如果你说打算去买 看看会不会都是落到五十元以下 就会否去到吸纳 打算去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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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